这个双螺纹机器边的启发 首先我要把线留够了 比如说我们起120针 要留够了这个60针的线 就是对折 这边的线头这边要够起60针 从这儿开始起 我们可以多留一些线 这个机器边怎么起呢 右手拿线左手拿针 先从这儿绕一下 这就一针 完了以后呢 这个大拇指线不在上头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左边这个线底 掏大拇指这边一针 再从这边线底掏这个线一针 就这样 一边一针 一边一针这么掏 这种起针方法 最后一定要起双束针 这样起快了 实际上针不动手动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是慢着起 你就可以看这样 拿针动去掏这线也行 刚开始了你就可以这么掏 这么掏 你要时间长了 你就可以针不动 拿手这么绕着线 这么绕 这样一共起120针 我这个 这种起针方法一定要一气呵成 而且不能注意不要让它拧了 我们针数起够以后 一定要看最后这个线头是这样压着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隔一针织一针 第一针不织挑下 是上针 第二针下针织 这样 上针挑下 织下针 这就叫织空心针 这么织 织过去一行 翻回来织一行 一共织四行 这样才是四行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织了两行 因为我们是隔一针一织 就是上针不织 下针织 上针不织挑下来 织下针 下针从这穿进去 这样织的过程当中 一定注意这不要让它拧了 拧了以后 那个边就不齐了 翻过来这行 同样也是上针不织 下针织 一共织四行 我们现在这四行空心针织好了 织好以后 你就是如果织单螺纹的话 直接就是上针织上针 下针织下针 就是单螺纹 我这个准备织双螺纹的话呢 我们就要这么直 给它错一针 这针上针 这针下针 双螺纹就两针上两针下 这个时候把这两针 换一个位置就行了 这样就变成双螺纹了 把这上下针这两针换一个位置 这就是双螺纹 大家看现在双螺纹的这个机器边就切好了 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双螺纹的这个方向 起来 你吃人数 信号 共产 还有一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